Hello 今天是2021年10月18月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薇 美国股市周一收盘涨跌不一 在科技股的涨势帮助下 纳指与标普500指数都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录得上涨 那展现出财报普遍的意外强劲表现给股市带来了有效的支撑 这也算是帮助股市赢得了近期难得的利好 目前已经有41只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市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其中80%的公司的美股盈利都超过了预期 按已经公布的财报来估算尚未公布的其他公司的业绩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第三季度的利润增幅是有望达到30%的 这将是2010年以来第三高的季度增幅 同时也将高于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26%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相信这将为股市继续带来支撑 那明天Netflix将成为科技巨头中第一家公布财报的公司 同时作为一家流媒体巨头 这将为科技巨头以及流媒体行业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接下去今天我不会来专门分析个股 因为明天开始 美国第一只比特币期货的ETF将正式开始交易 代码就是BITO 这对于加密货币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是近期比特币价格大涨 并再度靠近历史高位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来聊一聊比特币期货ETF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时期货ETF和现货ETF又有什么区别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里面又有什么机会和风险呢 那仔细算一算 自从2013年开始 比特币ETF已经经历过八年多的监管博弈 而在此之前 美国SEC已经驳回了数十次的关于比特币ETF的申请 拒绝的理由大都是认为市场存在操作 欺诈难以保护投资者和公共利益等原因 那因为在一个资金量不足的金融市场中 是最容易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导致买卖不能快速的成交 其次市值小 价格就容易被操纵 再加上监管上不完善等风险的存在 就导致SEC对于审批比特币的ETF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但近两年 随着加密货币市值的迅速增长 以及流动性的改善 可能这成为了改变SEC对比特币ETF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这次批准交易后 带来的一个重大意义 就是代表着合规性 也就意味着 现有的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可以在交易所直接的购买比特币ETF 就像我们买股票一样 大大降低了加密市场的投资门槛 毕竟你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 我们要如何实际的购买和保管比特币资产了 也无需去承担密钥的存管风险 可以说是直接面向了更多的投资群体 这将为加密货币市场吸纳可观的增量资金 不过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次美国推出的ETF并不是现货ETF 而是期货ETF 这点和加拿大的BTCC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期货ETF的资金 不会用来直接的购买比特币 而对应的是期货合约 而像BTCC这样的ETF 它们对应的底层资产 就是真实的比特币和现金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通过ETF来持有比特币的话 或者说想要更好的追踪比特币的价格 现货ETF无疑才是更好的选择 但为什么美国SEC一直拒绝批准现货ETF 而率先会批准期货ETF呢 这里面其实也是出于对于风险的担忧 首先就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 未必能够满足基金和机构的交易需求 毕竟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最多也就是2100万枚 所以这就导致了现货ETF 可能会遇到有价无事的局面 这就会导致买卖时出现比较大的价格差异 而期货ETF由于对应的是期货合约 就可以摆脱2100万枚比特币的数量限制 从而能够满足投资机构 对于更高流动性和更大交易量的需求 其次就是比特币没有银行和第三方可以进行托管 哪怕是现货ETF 我们作为投资者也不会直接拿到比特币 而是需要ETF相关的平台代为持有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保管比特币的安全性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现货市场上还没有像纳斯达克 CME CBOE这样的有着完整的盘前盘后 做事商席位和清算结算体系的二级平台 而这次之所以能够批准期货ETF 就是因为比特币期货ETF是通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也就是CME监管的期货合约来间接的追踪比特币的现货价格 这样有了传统交易所的加持就有了更好的监管的安全性 那是不是这样看来的话 期货ETF就都是优点呢 其实也不是 最大的问题呢 依然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价格偏离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 如果比特币价格在一小时内变化1% 那么拥有真实比特币的ETF的价格走势 大体上应该是相同的 但由于期货呢 是可以溢价或者折价的 因此与实际的价格相比 期货比特币ETF的价格走势 可能就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 例如如果比特币的价格上涨了1% 但是比特币期货ETF的价格 却有可能会下跌2% 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偏离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投资成本的问题 由于期货ETF对应的是期货合约 而是合约就有到期的日期 因此呢 每当快要到期了 基金就需要往后移仓 也就是说将其将到期的合约 换成下个月到期的 或者近几个月才会到期的合约 但是这个转换的过程是有成本的 这就是所谓的期货ETF常见的移仓成本 那有时候明明价格没有跌 大量的移仓成本 却会逐步的吃掉我们的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 期货ETF并不适合长期持有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所以相比来看 比特币期货ETF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会有一点复杂 尤其是对没有接触过期货合约的朋友而言 总体上来看的话 期货ETF对于比特币的价格追踪并不完善 而且长期的投资成本可能会更高 那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凡事有利有弊 那如果想通过ETF这种方式来投资比特币的话 那就要搞清楚我们自己的投资需求 如果打算真正长期的持有比特币 那最好还是等待美国的现货ETF 或者说有资格投资的话 可以考虑加拿大的BTCC 而如果想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获得更大的回报 那就可以考虑期货ETF了 不过需要记住的是 高回报背后都是有高风险的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本次美国SEC通过了比特币期货ETF后 比特币价格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黄金ETF批准后的走势轨迹来参考一下 2003年的时候 澳大利亚是率先批准了第一个黄金ETF 而2004年10月份的时候 美国SEC才批准了美国第一个黄金的ETFGLD 并于当年的11月份开始交易 这与比特币ETF的推出轨迹是非常相似的 而在黄金ETF被批准的前两年内 黄金价格曾经上涨超过了70% 但批准后的一个月内 黄金价格是下跌了大约10% 这可能就是经常会在金融市场看到的 买全文卖事实的操作现象 而此后金价则开始了持续震荡的行情 不过发展至今黄金已经出现了多轮的牛市 比那个时候已经上涨超过了300% 所以比特币价格能否走上黄金价格的老路呢 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那明天的经济数据方面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新屋开工 同时明天还可以关注一下费城联储主席哈克 以及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发表的讲话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有四份财报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分别就有像Netflix 强生 宝洁 以及美联航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火正确队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火正确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那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